文章来源互联网手机视频 00后整治职场翻车了 有时候很多话是不能说的 尤其是在大公司 在618期间 京东实行了考勤新政策 包括严查到岗时间 及重新调整午休时间及规定等 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对于网传的这八条新规 京东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因此真实性也很难确认 但是自从刘强东重新回归后 京东就一直处于变革中 无论是产品还是管理层 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员工的字数 他表示应届生转正12天 遭到了京东的辞退 据京东这名员工描述 京东最近开始严查考勤 内网推了一条通知 规范午休时间 脑子一热评论了据什么时候 被拼多多收购 立马被HR约谈 全程没收手机 最后在他的监督下提了离职申请 实习9个月转正12天 光速离职 事情发生得太快 现在还是猛逼状态 当时发完就后悔 然后主动删了 没想到这么严重 好像评论是被刘强东 直接看到了 他表示 现在就很迷茫 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同时称 平时自己绝对不是刺头 这次精确踩雷 也是出入职场的教训了 可以看到 他字数评论被LQD看到了 这个与刘强东名字的缩写一致 当然也不排除 有高管名字的缩写和刘强东一致 可以看到他晒出的图片中 其属于京东科技的市场部门 留言还有49个点赞 至于京东为何开除他 其实原因很简单 他的留言会打击员工的士气 尤其还牵扯到了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 拼多多在利润上完全碾压了京东 数据显示拼多多盈利300多亿元 而京东只有89亿元 对于拼多多 抖音等强劲的对手 游强东从2022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包括调整管理层 进行低价变革等等 对于这个员工的发言被辞退一事 大部分网友 这次并没有站在打工人的队伍 有网友指出能说这样的话 说明对公司没有认同感 同时表示 他是把低情商当幽默的人 吃人家的饭砸人家的碗 年轻人整顿职场是好事 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度 况且京东对考勤的调整是符合劳动法的 也没有强制员工加班 最后给京东员工提个醒 游强东是真的会去看内网留言的 譬如2023年12月 针对员工内网对京东问题的总结 游强东还亲自做出了回应 游强东称赞这位员工的文章 句句点到了公司的痛点 表示出现这么多问题 当然都是他管理不善 他非常自责 但是无论如何 他不会躺平 也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 同时刘强东还强调 天天说客户为先 可是工作中处处以自己为中心进行思考 我们经常说战斗战斗只做第一 但是却处处防守 从不想着如何主动出击 很多人天天说创新 却每天就是抄袭跟随别人 未来几年 京东大带率会回到创业初期的紧张节奏 刘强东对员工的要求也会随之增高 作为00后的新人 还是要多做多看少说话 否则真的容易被反整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